2021年已经进入尾声 随着12月的来临 又到了给大家推荐电视剧和综艺的时候了 那么本月究竟有哪些电视剧和综艺节目 值得大家去追 就让我为大家盘点一下吧 雪中汉刀行 威名显赫的原著剧本 无数人的青春记忆 雪中汉刀行 可以说是12月最值得期待的改编剧了 幸云年一炮而红的张若云 当饰演主角徐凤年 与胡军饰演的徐晓上演对手戏 加上秋星志 余荣光 杜宇明和沈宝萍的加盟 这部剧真可以说是老戏骨云集了 从江湖到庙堂 从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到家国天下 拥有爆款剧实力的雪中汉刀行 能否重现武侠剧的辉煌 值得期待 沉睡花园 凭借山河里而红的龚俊 12月又要为大家带来新作品了 由龚俊和乔欣主演的浪漫爱情 选一剧沉睡花园 讲述了自媒体情感公众号博主萧萧 与专业心理咨询师林申 在一档恋爱综艺节目中 因为观念分歧而结怨 在经历冲突和危机之后 成就彼此成为更好自己的故事 高冷男神龚俊和名念少女乔欣的恋爱故事 想想就让人激动啊 也平凡 剧情堪比局中局 经历反复定当撤当 也平凡这部反转 反转在反转的扑朔迷离 剧情故事电视剧终于要开播了 这部剧不但由征服 丰生的导演高群舒坚智 更有郑凯 张国立 林峰 吕良等主演阵容 尤其是几乎不演反派的张国立老师 和经常饰演老奸巨华角色的吕良老师 这次都将挑战全新的人物风格 两位老戏骨的对手戏 实在是让人期待啊 喊点了这么多好剧 不知道你心动了吗 不过对于海外的小伙伴们 由于海外地区限制 这些电视剧却无法正常收看 简直要人命啊 不过没关系 小伙伴们只要使用归焰加速器 就可以轻松在各大平台追剧了 无需各种复杂操作 轻轻一点即可解除地区限制 之后无论身在何地 国内的视频应用都可以正常运行了 下面我就来为小伙伴们演示一下 安装好国内的视频APP后 打开归焰加速器APP 点击中间蓝色的连接按钮 选择大陆地区等到显示时 然后再重启看电视剧的APP 这下就可以轻松追剧了 不仅各种热搜电视剧可以轻松追 又连各类综艺节目 也可以用APP随时随地轻松看 话不多说 随我再来看看 12月最值得追的综艺节目吧 大湾仔的夜 一本正经搞笑的大湾区五人组 烟火气十足的大排档 大湾仔的夜自打开播 就引发了全网的关注 陈小春 林小枫 谢天华 梁汉文 张志玲五位哥哥们 在节目中再度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接连不断的笑点与人间百味的时刻故事 如今节目刚刚播出三期 后续五位哥哥们经营的大排档里 又会有哪些令人难忘的时刻 大湾仔的夜精彩不容错过 唱出我新生 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即将推出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 唱出我新生 可以说是今年最具影响力的音乐选秀节目了 光是李宗盛 刘欢 莫文蔚 李健 雷家这五位导师阵容 就可以用梦幻来形容 加上节目聚合了央视顶级文艺资源 可以说这档节目很有可能产生 无数具有潜力的年轻音乐唱作人和原创音乐作品 究竟这档节目会给华语乐坛带来哪些新鲜血液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2月这么多值得追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 小伙伴们心动了吗 如果海外的你还在为地区限制而发愁 不妨来试试归宴加速器 简单几步 就可以随时随地追国内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了 想要体验的小伙伴 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归宴加速器即可下载 使用是完全免费的哦 让我们在这个12月尽情地享受视觉盛宴吧